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是用微博或者微信,很少有人用Facebook和YouTu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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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就是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来中国工作啊 或者干什么之类的话 一定会常常用到的软件就是微信或者微博了 好 在第九十一句 在中国需要安装翻墙软件才能上Facebook和YouTu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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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们啊 我们在国内就是在中国的话 如果说要登陆Facebook和YouTube 需要一个软件 就是我们下载一个软件 一个翻墙软件才能够登上那个Facebook和YouTube 所以有一点麻烦 所以更多人选择用的是微博或者微信 好 第九十二句 现在中国很流行抖音 现在中国很流行抖音 抖音就是一个视频软件 我记得我在上期视频当中应该也跟你们说过了 就是很多人利用这个软件火了 然后成为了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就是抖音的那个很火的一些人啊 他拥有很多粉丝 特别特别火这个软件 好 第九十三句 你也玩抖音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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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九十四句 我也想开一个Facebook账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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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九十五句 他是一个网红 随便做一个直播就能赚到很多钱 他是一个网红 随便做一个直播就能赚很多钱 好 第九十六句 他是我心中的男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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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男神结婚了 我的男神结婚了 特别难受 虽然说我的男神并不是什么偶像啊 但是我有朋友就是特别喜欢一个明星嘛 然后有一天他就是发微博说自己结婚了 他就感到很难受 因为他觉得他不再是属于大家的 只是属于那一个女孩子的 所以他就很难过 好 第九十八句 我是你的粉丝 这几年来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我是你的粉丝 这几年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我是你的粉丝 这几年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好 第九十九句 我是一个网虫 每天睡觉醒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手机 上网 走一圈 我是一个网虫 每天睡觉醒来 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手机 上网 走一圈 我是一个网虫 每天睡觉醒来 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手机 上网 走一圈 第一百句 我一般买 我一般买东西都上淘宝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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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们说淘宝是一个万能的软件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都可以在淘宝上买得到 真的 只要你有钱 真的 我觉得淘宝是一个万能的软件 而且 它有的时候比实体店要便宜 真的 它有的时候比实体店要便宜 你们的陈老师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逛淘宝的人 真的 不信你们自己去问一下他 他是有多爱逛淘宝 然后淘宝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双十一 双十一是一个淘宝的一个节日 在那一天呢 所有的商品都会打折 生活部分结束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你们记得在陈老师的那个下面留言告诉他 然后陈老师再问我 好吗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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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